说斯德哥尔摩综合证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某年啊 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有俩银行的这个劫匪啊 打劫银行 他呢挟持了四个银行的职员 跟这个警方对峙了130个小时 六天 后来呢 他们就把这个人质给放了 但是呢 这四个被他们挟持的职员 后来呢不但不恨这个劫匪 反而是同情他们 甚至是筹钱帮他们打官司 甚至于这四个职员里头 有一个女职员爱上了其中一个劫匪 而且就在这个劫匪服刑期间啊 跟他订婚 这一下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 说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这一研究发现啊 原来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的 这么一种现象 所以他们把他叫做斯德戈尔摩综合证 他们发现从这个纳粹 关犹太人的集中营 一直到这个非洲的某个暴君 统治下的这个被奴役的这个国民 都有这个真相 你看啊 广义的来说 这狭义的来说就是什么呢 人质对这个绑匪产生了感情 但是广义的讲 这玩意儿也挺阴暗 就是说对于一个操着你的生杀大权的这个暴君啊 给你一点吃的你就感激涕零 你长期生活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之后啊 你就你的生死全操在他的手里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暴君奴役下的这个人民呢 反而会爱戴这个暴君 这是不是一种斯德戈尔摩综合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ぶella RM